祖国斗士党主席拿督斯里·穆克里兹 昨日向国盟提出请求 希望加入并共同应对 即将到来的六个州选举 然而 一党熟理主席端一·布拉辛指出 国盟与斗士党 在州选中进行合作并没有问题 但州一席的分配已经完成 因此无法满足 给予斗士党上阵的要求 他认为 由穆克里兹领导的斗士党 如果不希望马来选民的票数分散 应该支持国盟的候选人 他告诉自由今日大马 国盟欢迎任何有意进行政治合作的人 以确保在州选中取得胜利 他说 由于一党 土团党和民政党 已在上个月26日 完成了州席位的分配 因此涉及一席的 重新洗牌和改变变的困难 没有斗士党上阵的空间 国盟竞选委员会主任 拿督斯里·莫哈莫沙努西 建议马华及国大党脱离国阵 如果他们加入国盟 可以负责上阵混合选区 他表示 马华和国大党不参与六周选举 是对国阵主席阿莫扎西的抗议 我建议他们离开国阵 他认为 在国阵和西蒙的非马来政党中 特别是与行动党一起时 混合选区由西蒙掌控 一席也被西蒙拿走 所以马华和国大党失去了一席 由于获得没有胜算的一席 与其败选 马华和国大党不上阵更好 他表示 如果马华和国大党成为国盟成员党 他们可以代表国盟上阵混合选区 此外 沙努西指出 雪州的发展是因为其靠近首都吉隆坡 而不是因为西蒙执政 因此雪州不能作为西蒙执政成功的典范 其领导者只是依靠吉隆坡的好运 雪兰娥很幸运 因为她靠近吉隆坡 作为发展和商业中心 所有中心都集中在吉隆坡 她直言不讳地表示 如果吉达也位于靠近吉隆坡的位置 那么在她的领导下 吉达将比雪州更加先进 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兼行动党副主席 尼克敏嘲讽吉兰丹副州务大臣 莫哈莫阿玛 对方声称吉兰丹有印购物商场 是丹州政府发展的证明 令人感到可笑 并指出一党执政吉兰丹已经32年 但至今未能解决供水问题 她表示 在一党的领导下 吉兰丹成为半岛马来西亚最贫穷的州属 她说 在即将到来的六州选举中 西蒙执政的州属已经陆续提供了施政成绩单 并呼吁伊斯兰党效仿此举 公布一党执政州属的施政表现 她以西蒙执政的雪州政府为例 指出州政府为州民提供了各种福利 如免费巴士服务 奖学金计划等 认为人民可以清楚地评估各州政府的表现 此外 尼克敏希望民主联合阵线穆达主席塞沙迪 能够改变立场 与团结政府盟党进行协商 关于独自上阵的问题 在记者会上 当被问及行动党如何看待穆达独自上阵的问题时 他回答说 塞沙迪是支持团结政府的国会议员 因此希望能够进行协商 他确认 西蒙的候选人名单已经进行了协商 团结政府作为一个由18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将指派一名候选人参选每个选区 他说 即使马华和国大党不参选 也会支持团结政府的候选人 我们的原则是 当国阵的候选人参选时 西蒙将全力支持 同样的 我们也希望国阵能够支持西蒙的候选人 以团队的精神巩固团结政府 至少在未来五年内让国家享有政治稳定 重建国家 前首相马哈迪 形容首相安华是一个病态撒谎者 Pathological liar 因为安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指控他涉及贪污和任人为亲 据DH报道 马哈迪在通过拉菲克律师事务所提交的答辩书中表示 他已要求安华提供涉及他滥用权利和贪污的相关文件作为证据 但遭到了安华的拒绝 他说 从1998年开始直到他提交的宣誓书 安华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我滥用权利或存在贪污行为 他只是在媒体上反复重复他的重伤剧本 马哈迪指出 缺乏直接和间接证据证明了安华是一个骗子 马哈迪在6月23日的律师函中要求安华提供21份文件 以证明他在宣誓书中提及的贪污和任人为亲指控 然而 安华的代表律师汤姆斯·菲利普在6月27日提出反对 马哈迪认为 安华不愿提供证据的行为显示出奇恶意 他直言 作为首相 安华必须基于事实发表声明 因为他的任何声明都会在媒体上广泛传播 他补充说 反对提供文件作为证据的要求是不合逻辑的 民政党全国主席拿督刘华才 要求内政部长赛夫丁解释 为何内政部允许航空公司委任一家公司 专门负责为被禁止入境的游客 安排回程机票和饮食 并向旅客收费 刘华才表示 部长提出的理由令人难以接受 部长必须解释为什么不由政府官员处理 被禁止入境旅客的问题 或者让航空公司直接处理旅客的回程机票事宜 而是另外委任一家公司来处理 他质疑部长没有解释委任中介公司的航空公司身份 或者是每家航空公司都有权委任这样的一家公司 刘华才在今天的文告中发表了以上谈话 他也质问禁止或批准旅客入境是移民局的权利 而移民局又是内政部的机构 为什么允许交通部管辖下的航空公司 委任其他公司来处理被禁止入境旅客的回程机票事宜 刘华才表示 我认为部长的解释没有澄清问题 反而让问题更加复杂 部长说这起事件是因为被委任的公司 向被禁止入境旅客收费而引起的混淆 但是这些收费率是由谁制定的 是否有透明的收费标准 他还批评赛夫丁担任内政部长已经有7个月了 但对于机场移民局的问题似乎一无所知 在事情发生后 还将责任推给交通部 刘华才还指出 反贪会主席丹斯里阿战巴基昨天表示 涉案的中介已经潜逃 这让人们产生疑问 如果这个中介来自合法被委任的公司 为什么要潜逃 他相信这起事件中涉及着许多黑幕 并呼吁警方和反贪会展开透明和彻底的调查 以揭示真相 是否有这样的 在今天主案中涉及上的课程上是否有